好 咱们开个玩笑 那咱们这个整合框架搞定完之后呢 怎么办 那咱们如果说要开发一个项目 是吧 首先呢 你得知道咱们这个工程到底要干什么 讲啥样啊 是吧 那这个东西呢 哪里来了 课前资料当中 我们先把这个静态资源等等的信息考过来一下 今天的课前资料当中有谁 剩下的就这一个了 是吧 静态资源 这一堆放在哪里 这应该是放在讲到webcontest上面的目录下吧 这是可以直接外部访问的 自家吧 接下来呢 里面他有一个JSP 还有这个 我们先不管 没接触过 是吧 我们先看这个JSP 里面呢 就只有一个页面 简单吧 收衣洗了就只有一个 是吧 只有一个页面的话 咱们在一个页面里做增三改 其实也不简单 我们慢慢的去看 那这个页面的话 咱们想看到它长啥样 怎么办 打开看 打开看是一种方式 但是呢 如果你想更直观的通过浏览器 浏览器去访问的话 怎么办 右键不是这样了 咱们是不是要通过一个控制器来跳转 这个能直接访问来的吗 不行 是吧 啊 来 我们复习一下 写一个控制器怎么办 六一个白是吧 这里的话 比如说是客户了 叫customer 是吧 customer 啥 这个customer 我们说过 是不是跟普通的家务类没有太大区别啊 首先呢 先写个注册 这是客户 信息请求处理 那这里面第一步有个谁 有个customer 的注解吧 然后呢 你如果要分目录管理是不是还可以加上你开始卖品啊 啊 咱们这边的话 主要是看这个页面他们是怎么跳的 要不要加啊 看页面 不然咱们因为要改太多了 页面如果说这个跳转里面很多用到这个一级目录的话 我们要加上 他不用的话怎么就没必要了 那咱们看一下这个 脚本 脚本里面提交 有没有一级目录 有一个customer的一级目录 是吧 好 我们这边也要加上 request map 搞定了 那么现在我们要跳转到这个一面怎么来的 有一个方法是吧 返回是一个字符创是不是足够了 一般咱们开发后面用的最多也是字符创 有个名字 那这个名字啊 应该怎么去跳过去啊 例子可以吧 直接写个例子 绑定一个请求地址 request map 也是例 那咱们这边最后是你退一个 试图名字是不是足够了 是他吧 咱们配了前队跟后队没有 飞了那就简单了 可以跳了 来研究一下怎么跑 先把这个删掉 习惯性最好清理一下 干净一点 那咱们这边 选中这个工程 下一步 看一下 卡住了 完成 完成 那咱们这个工程这样就跑起来了 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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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快吧 怎么访问 应该是有个一级目录是吧 Customer Litha 需要需要 不需要 咱们拦截所有了是吧 怎么情况 报错了 然后呢 他直接告诉咱们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JSP 抛出来的错误吧 那JSP的话 咱们可以去研究 咱们只有一个页面是吧 到这个页面去查找一下这个内容是不是都知道了 好 好 JSP咱们在哪里来的 是不是在一个页面 要呢 我们搜一下 找到没有 这个是什么东西呀 那么这一个你知道吧 咱们生意标签库的引诱是吧 那这一个呢 理论上应该也是一个标签库啊 是不是跟他长一样的 那么这个是咱们今天要学的新内容叫做 是你表现以前学过吗 没有是吧 我待会 从一个hello我给你写起来啊 咱们先把这个错误解决掉 那怎么发现了这里用到了一个这个自定义标签是不是 这个自定义标签呢 他里面没有 这个tld描述文件 他是不是告诉你啊 他这里说没有定义这个东西 这个定义呢从哪里来的 其实就通过咱们的 tld文件 咱们刚刚说考草这个东西啊 这个吧 这个放在web info上面 他会自动去加载 那我们把它考到这个工程当中 来打开了先研究一下 不用打开是吧 咱们可以从这个页面考进来说 可以跳了没有 是不是可以跳了 那么这个东西是不是咱们刚考过来了 就直接加载了是吧 那么咱们先不纠结他里面到底是怎么并声明什么东西的 主要 先知道的是这个ui 这里的声明是不是咱们这面页面用到的引入啊 跟他对应了是吧 这个咱们可以确定的 然后呢 咱们这边啊 还有个问题 他这个ui里面他有个必要元素叫做 咱们的 目标的类 这个自定义标签的处理类 这已经引出一个问题了 那咱们要做自定义标签 首先 要有一个 自定义标签的处理类 这个类用来干嘛 用来向咱们页面 输出html元素 比如说咱们这个it cash 哪里用到他 这里是有个自定义标签的使用 这里咱们用的是一个分页组件啊 先提一下 后面会介绍 那咱们通过这个自定义标签呢 可以输出一些html元素 就这么简单 那这个自定义标签 这个类哪里来 咱们现在是不是进不去啊 对吧 那咱们要把这个类给考过来一下 这个类的话你眼睛共肩 是不是会发现一个分眼工具 这里 这个目录 有两个类 我们创建一下 在youtube里面 是吧 我们创建一个youtube 然后把这两个类贴进来 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类的全路径复制一下 丢给谁 咱们这个路径是不是对不上 那把它丢给他写 我们先把这个错误解决后面慢慢去解释 是为什么叫先是不是可以跳了 好我们先看到一个元素就是这么的自定义标签类 这个类的话你要实现起来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实现一个他或是不我的类这个类是谁的 看到没有 是咱们社会里面的吧 所以说呢 咱们如果说要实现一个自定义标签 是不是只要实现这个类就搞定了 好一会来讲 咱们看上这样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他还会报错吗 来再来一遍 不报错了吧 但是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啊 在这页面长得太错了吧 是吧 怎么这么错呢 是不是 怎么什么情况 咱们有样式的吗 应该是有的 我们来看一下 哎 你看一下 什么情况 这些样式全部加载不进来 看到没有404 什么原因 原因很简单 因为咱们的 这个第18就要拦截了所有的需求 是不是 所以呢 那咱们的静态资源也不出来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 改他 是吧 这是一个解决方案还有别的吗 来我们看一下 那么其实咱们还有另外一个解决方案 但是咱们今天不用 我们先介绍一下 第1个 就是在咱们的 spaid mvc的配置文件当中加上一个这个表现就足够了 标识咱们的静态资源不拦截 那么咱们静态资源就能加载了 理解吧 但是呢咱们今天的页面里面因为很多也每天用到了点Ason结尾了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页面啊 是不是很多点Ason的请求啊 那咱们这边方便演示的话就以新点Ason拦截了好不好 不然页面改的太多了 你知道有这么一种方式就行了 明白吗 现在咱们用Lens full的时候 可以是不是用这个标签解决这个静态资源无法拦截的问题啊 咱们今天用新点Ason的方式去解决它 改一下 新点Ason 重启了咱们的服务清 这回直接访问吗 点Ason的材料是吧 出来了吧 这是咱们的 今天做的页面大概就长得这个样子 还好吧是吧 这个看着是像一个后材管理系统了 对不对 啊 大家